今年高值率股票有哪些 看有沒有哪些 跟謝老師的存股有吻合的 都沒有在謝老師的名單吧 都沒有 老師這10檔你會買嗎 好 這個是最新公佈的 今年佩席配 現金值利率最高的前10檔 當然很明顯的 第一個就是航運股 然後陽明 然後第二個就是有一些 半導體IC設計股 那因為去年大賺 今年獲利展外門那麼好 可是佩席配的還是不錯 比如說像聯勇等等 所以就會讓他的殖利率 是往上拉高10幾趴 然後還有像是銀劍股 像是黃翔 永信劍等等 那這些公司的特色 當然就是說 因為去年獲利都不錯 所以今年佩席配的很好 可是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也比較集中在 像是所謂的原物料的族群 所以如果要我挑的話 我可能比較不會挑到這10檔股票 因為目前看起來 基本面還有一些希望 我覺得航運股 看起來也還好 因為畢竟已經經過了 一波的一個修正 然後我比較會建議 大家可以去參考的是 最近法人有買的 而且是超過4%以上的 現金值利率有這幾檔 那中信金主要還是因為 沒有賣太多的防疫保單 所以他受傷沒有那麼大 其他的金控公司跟受險公司 受傷比較大一點 然後遠傳 遠傳 今年佩席配的比中華店好一些 然後像是中頂跟新入比較特別 中頂跟新入其實 大概也都是配差不多5%上下 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他們都算是公共工程的同胞公司 然後新入算是控股公司 他旗下有大陸工程 他旗下有個建案 去年賣得超好 今年分批一路漲 然後接下來就是連電 這就是老師的最愛 今年的現金值利率有6% 所以這樣統合起來看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就是 剛剛智元講的高息 但是同時法人有在進駐的 我覺得短線上會相對有一些支撐 那長線的話還是要看 這一波美股 美國的升息的一個狀況 如果還是超乎原先 一般市場預期的10碼 甚至10碼更多的話 那可能震盪還是在所難免 仲林你是靠這個基金投資 那三十八歲財富自由 你為什麼會特別喜歡 基金而不是ETF 我想ETF跟基金 他們基本上都是投資 一籃子股票 但是它的一個 比較大的差一點來講的話 當然不會說 ETF就不好 而是他們這是先天的機制 ETF它竟然號稱叫做被動 它的意思就是希望避免你主動 或者是太頻繁的去換股票 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聽起來好像不錯 因為你一直換股票 週轉率太高 什麼手續費也比較高 但是你換個角度來講的話 如果說今年你選了一批股票 半年你才能換 如果按照規定就是 你半年才能換一次 其中只要有任何的 一兩檔個股出了事情 按照規定你是不可以換 所以說就像基成 當然我就是之前很多人都聽過 那0056 他曾經不小心買到宏達電 然後或者是買到航海王 但是他中途那個股價 已經跌到快死掉了 但是因為他的機制裡面 他規定他不准換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是說 既然是一籃子股票 那我會相信說 如果說今天的基金經理人 他的功課做得好 然後他的績效長期來講 都還不錯的情況之下 我會比較期待於是說 在一個風險跟報酬的 取捨上面來講 我會對於這個報酬的 一個表現 我認為主動式的基金 他的績效長期以來 我會覺得會比 那也很會挑基金 主動式就是經濟的 操盤功力很重要 還有市場 對 所以說我們常會看 是說今天那個基金來講 就是說今天 就像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拿就是基金的績效 跟大盤來比 但事實上來講 各位你看最近這兩三年 包含就是 單單就是台股的股票型基金 要做出大盤的 其實不會太多 大部分都還是會做贏大盤 所以我會覺得主動式的基金 他還是有他可愛的地方 OK 這兩年特別 我們內資特別強 不過講到海外基金 這個你滿厲害的 你有買俄羅斯基金 我也有 但你很厲害 你在戰爭之前 就把它勤力了 其實當時 因為我也買滿多基金 我想進去看 我是二十五號想到 一進去 不好意思 追溯到二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完全都暫停交易 二十五號你要停歷 停損都不行了 所以那個時候來講 你是有怎麼樣算到嗎 也不能 那時候我開玩笑 知道什麼事情要發生的 我那時候只是開玩笑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打電話 跟李專員講是說 我的基金我要全部贖回 他們還是說你家裡有事嗎 我說我家裡沒事 我只是單純的 要做出廠的動作 然後呢 其實來講的話 我想說就基金來講的話 當然你說 所以普丁有跟你 我當時跟他開玩笑 我說普丁打電話給我 他們還當真了 我說你們不是金融圈的 高層人士 你怎麼會把這種開玩笑當真 對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我常常開玩笑 跟很多包括就是 對投資基金有興趣的人 或投資個股有興趣的人 講說你在投資基金的時候 做功課當然很重要 但是你要做哪種類型的功課 俄羅斯基金 在什麼時候提立的 就是它那時候 當然是上來的時候 從這邊上來 其實各位 其實在網路上面 有很多免費的一些平台 你去看 在去年大概十二月的時候 它其實在這邊 已經出現了高檔的 所謂的那個月KD的死亡交叉 那種一個線圖 你大概就知道說 你雖然不知道 俄羅斯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怎麼會在高檔 感覺沒有任何的 利空的消息 突然整個股價 慢慢有點點往下彎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也知道 大概也差不多該停列 所以說那時候 做一個停列出場的動作 我會覺得就等於是說 在基金的投資上面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 以這種微效曲線的 一種操作方式來講 反而會比較適合一般 我會覺得多數人 其實用這種方式來操作 其實就很好用 OK 好 所以你會停列 但是你不會停損 我對我來講 停列 第一個是停列不停工 所以說來講 俄羅斯基金出來之後來講 我們就反鎖再再來一次 就等於說現在是進入到 所謂的微效曲線的左半部 讓它繼續慢慢往下扣 那至於說停損的部分來講 我會覺得其實我們講說 以單筆跟定期定額的角度 來講的話 對我來講 我常會開玩笑 你定期定額 如果停損的話 你基金違憲了 你基本上定期定額的一個 就是逢低加碼 或者是說那個 中途不停扣的情況之下 到了該停列的時候 出場來講的話 你只要記得停列 基本上整個微效曲線 除了少數 就是比較產業型的 那種部分來講 國家型的 或者是一些區域型來講的話 你怎麼下去 你就一定會怎麼回來 所以說它的整個微效曲線 基本上它是不會跑掉 一定會笑到另外一邊就對了 對 所以說你只要持續地做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只要你不是 因為做單筆來講的話 就非常在意你的 進場的時間點 對 那進場的時間點來講 如果進場不對來講的話 記得還是要逃就好了 不過定期定額 是我最鼓勵大家就是說 定期定額 尤其是在危機的時候 你不要預設低點 你這樣子慢慢往下扣 一定會有你的好處 那現在波動度很大 你的體力點怎麼設定 你會設定絕對值嗎 通常我不會設定絕對值 就是等於是說 就像以這邊 一個微效曲線概念 就是我會等到它的月KD 到了高檔的時候 如果它出現了死亡交叉 我也不會預設說 它今天高檔 是不是就好像下個月 就要死亡交叉 它常常就是高檔 一個動畫下 就一直在往上漲 你就等它往上漲 漲到一個就像印尼 我印尼大概是最近 大概少數我的單筆投資 扣到到昨天剛好打完收工 但是剛好到昨天 它出現了叫做月KD的 死亡交叉 印尼到昨天才打完收工 這種方式 我會覺得一般人 大概都可以去參考 比較能夠去 Follow 月KD高檔的時候 開始往下的時候 死亡交叉的時候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可以穿過低的時候 往下你就覺得 差不多可以賣了 是 OK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好